今天的A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国建筑3311 简选原因是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未来10年会建大约41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交预计需求多10万个单位 又继续推进北部都汇区的建设 预料会为建筑工程公司 带来更多的业务机遇 为龙头股中国建筑带来正面催化 中国建筑今年头三季的新签合约额 增加了11% 去到1404亿元 管理层目标全年新签合约 不少于1800亿 意味着头三季已达到全年目标的78% 新签合约额持续增加 有助带动盈利向上 彭博终合券商的预测 未来三年盈利连复合增长率是13% 股价走势上 中国建筑中期股价在6.4-10.3上落 昨天受到中港出台利好政策的刺激 升了4% 收报7.8 形态上挑战7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突破预料上市9月高位8.7区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回吐的话 适宜守7.2 公司的派息稳定 过去五年的派息比率都是30% 今年预测股息率是7厘 明年就会升到7.9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